Hello 大家好 我是A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答应你们的精酿啤酒特辑来了 以后的节目呢 我打算多给大家测评一下 各个国家的精酿啤酒 想看呢在下面点赞留言 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 什么叫做精酿啤酒 以及最近超级火的IPA是什么 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来测评三款加州这边的神级啤酒厂 俄罗斯河啤酒厂的三款IPA 话不多说 开啤酒 大家好 我是Avy 欢迎来到A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啤酒至高竞节 首先我们来讲讲 什么叫做精酿啤酒 在英语中呢 精酿啤酒叫做craft beer craft beer呢 其实是指那些独立小产量的 手工高质量啤酒 符合我刚刚说的那些条件 都可以叫自己叫做精酿啤酒 所以精酿啤酒的定义很广 包含着很多不同风格的啤酒 那我们再来讲讲啤酒的两大分类 就是爱尔跟拉格 那拉格这个分类呢 是指那些清爽气泡很多的啤酒 我们平常喝的青岛呢 就属于拉格这个大分类 相反爱尔呢会比较注重啤酒花跟苦味 酒体呢会比较厚跟饱满 今天要测评的IPA呢 就属于爱尔这一类 IPA酿造的方式呢 是在发酵的时候 加入很多很多啤酒花 发酵了几个月 口味上呢就是苦上加苦 而且啤酒花味会很重 酒精度呢都会比平时的啤酒偏高 那我想来讲一讲 我们即将要测评的这一家啤酒厂 俄罗斯河酒厂 他们呢是美式IPA里面的大神跟鼻鼓 在啤酒爱好者的心里有神一般的地位 他们家啤酒厂就是勇于创新 甘想甘做 他们经常会搞一些什么 双倍三倍IPA 还有在木桶里面成年的啤酒 那一开始他们家这种受欢迎程度 我是不幸的 我就想啊 那不就是啤酒吗 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次之后 我就真的是 有眼不识太深 本来这期视频呢是打算给你们拍一期测评 他们每年二月份会出的一个三倍IPA 小普林尼 今年因为安全考虑的关系改在网上发售 之前呢有朋友告诉我们 每次要买到他们家新发的这个小普林尼的啤酒啊 你要到他们店外面拿个帐篷睡上一晚 才轮得到你买那么几瓶 发售的时候我就上网去抢 我也不算抢 我就不紧不慢的啊 把这个点到了我的购物车里面 填好了地址 准备付款了 我记得我都点下付款了 突然 sorry sold out 我都付钱了 他sold out 才五分钟 五分钟 所有的小普林尼全部卖光光 那我打算过一段时间等允许的时候 我要去他们的酒厂会会他们 想看俄罗斯和酒厂vlog在上方抠衣 那虽然我没有买到小普林尼 但是我买到了老普林尼 我还选了盲珠 这是普通的IPA 然后这个老普林尼呢是双倍IPA 那这个呢叫做马戏团 它有点特别是浑浊IPA 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呢 是通常这些IPA精量啤酒呢 要在三个月内喝完 我发现它每一个啤酒瓶上面呢 都有一个装瓶的日期 这是1月12号2021年装瓶的 所以呢 我要在三个月内要把它喝完 那IPA的特点呢就是苦 大家可以先忙猜一下 这三款IPA 哪一款是会最苦的 是这款普通IPA 双倍IPA 还是浑浊IPA 在上面扣123 倒在这个葡萄酒杯里 不是为了装B啊 IPA呢最好就把它倒在一个大一点的 国庚地冷杯子上面 你才可以闻到去品到更多的味道 首先呢我们来测评这一款是 芒猪普通IPA 它的酒精度呢是6.25度 嗯 有一股橘皮橙皮的味道 菠萝 好多果味我的天 好苦好苦 这个还真的挺苦的 就是它的回味是苦 但苦了之后呢又有点甜 接下来呢我们来测评它们的旗舰款 老普林宁 这一款呢也是我一开始被带入精量啤酒的一口 我当时我记得我一个人喝完了这一瓶之后 我都已经晕过去了 这个酒精度是真的高 那这个老普林宁呢它是8度的酒精度 那它的做法呢是去加入更多更多更多的啤酒花 味道很像这个芒猪也是有很多的果味 还有松树的味道 这个我能闻到很明显的啤酒花 刚刚这个普通IPA我是没有闻到啤酒花 我能尝到双倍啤酒花的快乐 并不是苦 它给我的感觉呢是非常的顺 我没有喝过啤酒这么的顺 它的苦呢不是让你很刺激的苦 是柔顺的苦 这个普通IPA它的苦是很苦 刺激你的苦 但这个苦呢它是慢慢的苦进来 然后甜甜的出去 你看这个高度数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好那最后我们来测试 好那最后我们来 好那最后我们来测评这一个浑浊IPA马戏团 我从来没有试过什么浑浊IPA 浑浊IPA的做法呢是不过滤酵母 而且呢它们在酿酒的时候呢还会加入一些燕麦 让酵母充分的跟啤酒花跟燕麦里的蛋白质进行反应 产生这个浑浊的酒体 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浑浊IPA 我好激动 它一股哈蜜瓜苹果 它那种小野花 我小时候经常吃的零食那种甜甜的芒果干 这个 这个一点都不苦 我看颜色我以为这个是最苦的 但它其实是最不苦的 我没有尝到任何的苦味 反倒是那些果味 还有草本植物的味道很香 不知道大家猜对了没有 那其实最苦的是这个普通IPA 然后这是第二 然后这是最不苦的 浑浊IPA是最不苦的 那测评完今天这三款呢 我最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老普林林 虽然虽然它是有点苦 但是它的苦是很顺 我刚才就是慢慢走进来的苦 而且果香 这个浑浊IPA我觉得很适合女生去喝 因为如果你觉得IPA对你来说是很苦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 Hazy IPA 就是浑浊IPA入手 你会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苦味 但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喝IPA 喜欢苦的啤酒的爱好者 我建议就是去试试这个芒珠 这个芒珠真的那个苦就是 打你一巴掌的苦 像我这种刚刚入门尽量啤酒的 我会建议去试下这个老普林林 那看完今天节目你最想试的是哪一款IPA 那在上方 call 123 告诉我吧 那欢迎酒鬼在下方留言区留言 你们想让我去试的精亮啤酒 没准以后就出现在我的节目中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 所以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